秋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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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雅各 這次回到桃園大溪 想要做一個簡單的小特輯 就是要來當我外婆的小跟班 看她一日的生活到底在做什麼 並且寫祝她完成 就看外婆現在在幹嘛 最後一回來就看到阿嬤他們在玩象棋麻將 真是一個愜意的下午生活 對他們來說象棋麻將就是日常的休閒娛樂 滿好奇 他們也會玩嗎 阿嬤 你說得很認真 又變了鈍 你有什麼建議給大家嗎 是不是 有什麼建議給大家吃 有沒有 這是我阿嬤就是八十幾歲 保持不吃呆的方法 這麼厲害這麼快就夠 對啊 有金就會夠 嗯 你還會笑對吧 明朗菜要來搬 我們有豬仔細 你要找人 好啊 那你要給我工 好啊 那你要多做我給你 我都這麼大 我要給你吃 好啊 拿來啊 拿來啊 哈哈 好啊 明朗菜要搬牛 豬仔細再去 這是要去你一天都在做什麼 所以晚上也要去 去跟你睡覺 為止 阿嬤要去嗎 對喔 要做回去洗心股 幫阿嬤洗心股 這樣才有油好 對 好啦 別害你了 阿嬤總算完完要來煮菜了 阿嬤要去煮 它都油煮了 這樣 好 好 阿嬤你這雞不太洗了 都洗乾淨了啦 對 覺得阿嬤真的很厲害 總是能準備一頓 中盛的大餐 請問大家阿嬤都很會煮菜 來 你煎好嗎 我煎好嗎 我煎好嗎 你 你煎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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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煎好嗎 好嗎 跟你煎淨太洗了啦 香蜜 其實是我第一次吃到香蜜 以前都是吃那種小小汁的 其實可能營養午餐裡面會有那種 小小汁的一條魚 然後裡面都是軟 整條可以吃掉的那一種 就是它的放大版 香蜜 結果我找到後來裡面 一吃晚飯 就被我媽叫我來洗澡 好啦 洗完澡了 沒澡嗎 吃完飯就算了 嗯 這樣你稍微要睡幾點 要睡就睡啦 要睡就睡 生得這麼冷靜 都要怎麼說話 在這裡有一天山上 然後也沒有電腦 好無聊喔 我自己都很懷疑 我到底通常怎麼生活在這邊的 好酸好水好無感 媽他們好像好了 可以去找她了 香蜜 要陪你去洗澡嗎 陪你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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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洗澡 好 我媽的愛心 比較小禮的喔 小禮的喔 小禮的東西 有什麼小禮不用吃 小禮就是客氣 小禮不是說要小心喔 小心喔 要小心喔 小禮就是要撇去 小禮的東西 大家 大家學到了沒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 閩南語詞典裡面 小禮 有兩種解釋 分別可以解釋成 做事小心謹慎 以及客氣 阿嬤的台語時間啦 之後叫阿嬤來教大家台語好了 有人問你 屬於來了 Cy方面 空氣 公氣 很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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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今天那個很大辣耶 阿姨你還在幫我按摩 毛還好像騎著 不少 比較輕鬆 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開始 報名雅各的按摩課程 好啦 要來睡了 先睡 晚安 阿你一早起就來 我五點 五點了就來了 阿你都怎麼辦 對啊 這樣怎麼辦 每次問我阿嬤問題 她總是這樣 根本就沒有解釋到意思啊 我就搬一口氣了 阿你說萬家要做什麼 要做褐蝶油啊 這褐蝶要打開 然後打開 然後打八條 放在裡面一隻 然後拿來打 拿來擦油 你很可愛耶 啊 你就一直把 一直這樣 開阿嬤的那一隻 你最好 老了 老了不再老口味 不可以這樣直接吃 不可以啦 那你擦油才可以吃 那油吃得很好 好 還夠了 這樣就這樣了 一直不浪了 你也不用浪了 像我舀 這樣有夠嗎 可以吃碗了耶 吃完飯還要來拼飯 阿嬤似乎就是一個嫌不下來的生活 每次看到她總是在罵 請來吃飯啊啦 吃飯啊 不快 很多人的媽媽常會說 欸不要把家裡當成旅館好嗎 所以如果有回家的話 就好好陪他們吃頓飯 主動找他們聊聊你的生活過得如何 我想你的阿嬤一定會非常開心 另外每當要離開時 她總是會準備超多東西 生怕你吃的不健康 對話來說這是一種關愛 關愛著多自打拼的你 阿 這麼多都是多多久生這麼多 一天就可以了 嗯 這樣就好了啦 要這麼多啦 要多幾粒肉啦 聽說我回來拿給我 你的就多久才有回來 聽見到這邊我才發現 其實阿嬤的日常很簡單 就是等著我回來 等著我跟她說一句 我過得很好 你別擔心 老人就是這樣 阿嬤八十幾歲了 還可以玩得這麼開心 嗯 對 好啦 阿嬤你算我可能要回去 好 阿嬤的生活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如果沒有其他人陪她的話 她就是看電視睡覺 去菜園走走 或者說去餵雞 畢竟老人家大了 她不像以前一樣活動力非常好 可以管理整片菜園 上次的話就是有拍一支影片嘛 就有提到我家都是燒彩火的 讓我超驚訝的是超多人 家裡也都是燒彩火的 你們是怎樣 跟我一樣是鄉下人 那去跟阿嬤道別 我也要騎車回家了 拜拜啦 對啊 阿嬤身體健康 對吧 好 大家祝阿嬤身體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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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妳趕快去玩啦 好 好啦 妳整整整整整 好 整整整整 好啦 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小時候我阿嬤常說 她是狗不離舊的 長大後也才知道 為了我 她犧牲了多少 但是她沒有怨言 她只希望我能過得開心 偶爾打電話找她聊聊天 畢竟對她來說 我是她撐下去的動力 這是我阿嬤的日常 我很愛她 那麼 妳呢